本集节目由韩国扁康丸赞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了 首先,我们这集节目是由韩国扁康丸赞助播出 我们感谢扁康丸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你聊一个重要主题 今日主题,新十条扩大松绑,清零反噬共产党 最近中国人民在全国各地发起了白纸运动 抗议共产党和极端的清零防控 后来逼得中共态度出现了松动 中共副总理孙春兰先是承认 Omicron病毒的致病性减弱了 预告中国的防疫将面临新的形势 然后,12月7号,中共国务院正式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 里面提出了十条的新的防疫通知 所以又被称为新十条 这个新十条通知跟过去相比的有个特别之处 就是完全不提动态清零 仿佛一夕之间人间蒸发了一样 同时呢,也明确定定了更多的放松防控的规定 比方说,高风险区不得随意扩大 还有缩小核酸检测的范围 以及除特殊场所之外 不再要求提供核酸阴性证明 不查健康码等等 而且呢,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病例都可以居家隔离 不一定要集中隔离 那简单一句话 新十条几乎把过去引发民怨的各种风控措施 都松绑或者推翻了 那我们必须说 这绝对是一场极其罕见的中国人民的抗争胜利 同时呢,也是一场共产党的重大挫败 那虽然共产党一项致称是伪光正 绝对不会公开承认错误或者失败 但是这些松绑政策 显然是中共建政73年来 极其罕见的对人民大让步 同时也证明了中共的动态清零踢到了钢板 不过呢,中共这次大让步是意味着中共变得开明了吗? 中共真的愿意人民至上了吗? 还是说,这是中共维稳自保的缓兵之计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看 中共为什么愿意做这么大幅度的政策集转弯? 一个原因当然是极端的封控防疫导致次生灾害频传 最后引爆了全民抗争 甚至是全民反对共产党 那这么大规模的反党反政府抗争 已经动摇到中共的群众基础 所以让中共感到恐惧 大家记得,白痴运动的导火索 就是11月24号新疆乌鲁木齐的火灾 因为严密的封控影响了消防人员救灾 最后造成40多人无辜丧命 而且中国各地也都传出类似的次生灾害 再加上人民的行动自由被长期剥夺 最后引爆了这场全民抗争 而且抗争的箭头直接射向了共产党 共产党!下台! 共产党!下台! 中国现在是为什么国家人 为什么国家人不说实话 但是我们中国有百万个七十的 想收入不到三千 那些人买十六块九的胡萝卜 你会想过没有他们要的幸福是什么 因为赛道冠军 这次也请不快行 但是 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你们动的 我们所有的人动的 请注意哦 这一连串的视频啊 除了人民表达对共产党不满 那你还看到什么呢? 据我而言 我还看到了 中国人民的道德勇气正在逐渐恢复 因为人们不但敢于站出来挑战共产党的不公不义 而且还敢挺身而出 去关心那些你一辈子都不曾见过的人民同胞 我还看到一点 中国人民因为遭遇了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苦难 所以人与人之间开始重建信任与关怀 那彼此不认识的陌生人敢于站在一起来彼此鼓励 这一点其实是共产党相当估计的 大家知道 共产党从建政之后 为了全面牢控人民的思想言行 所以他们先大搞了密集的恐怖斗争 摧毁社会的道德与传统文化 让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揭发 彼此的批斗 导致谁也不敢相信谁 那人与人之间就失去了信任 这对共产党来说 就可以大大的降低了人民集结反抗的威胁与压力 那可以更有利于共产党来控制人民的思想 但是这次白纸运动 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共产党 人民的共同苦难是动态精灵 从而让人民彼此站在了一起重建了信任 重建了集结起来批评政府的勇气 那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初行 这一点在中共眼里 可是会引发森林大火的火苗 那它们必须尽早扑灭 那它们可以选择血腥镇压 或者是退让松绑来灭火 那现在看起来中共选择了松绑 那为什么中共会放软呢 我们等会说 中共松绑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它们的清零谎言和恐吓被看穿了 而且无力辩解 搞得自己是越来越被动 我们知道 过去中共不断的恐吓中国人民说 中国人口众多 老年人也多 那如果学外国那样与病毒共存的话 就会造成大批的人民死亡 会让医疗体系被挤兑 但问题是中共始终不敢公布Omicron病毒的致死率有多高 那到底死了多少人 也不敢解释 为什么很多人打了三针疫苗 但还是确诊了 而且台湾和香港都放松了管控 但是也没有出现医疗解兑和大量的人口死亡 那对于这些关键疑点 有人写成了一篇叫做《识问》的文章来挑战中共 但是中共不敢回答 只敢删除封杀这篇文章 第三个原因 就是中国经济快被共产党给清零了 需要紧急抢救 而且他们担心国际社会会加速与中国经济来脱钩 过去三年来 中共强硬的极端风控 已经重创了中国各地的民生经济与企业生产 原本习近平下军令状 要求今年的经济增长必须达到5.5%以上 但是中国的经济活动这几个月还是不断萎缩 国际投资机构也不断下调中国的经济预测 目前已经下调到只有3%左右 更重要的是 整个中国的动态清零氛围 造成许多海内外企业纷纷停工或者倒闭 造成中国的失业率不断攀升 现在青年失业率是18% 但是这已经是官方美化过的数据了 而且有大批的企业都在撤出中国 因为中国对他们来说 不但失去了早期的人口红利和低劳动成本的优势 而且还出现了太多的政治风险 经济风险 贸易战风险和疫情风险 所以连苹果公司也都准备把委外的耐工产能 撤出中国来分散风险 这种局面对中共来说是非常不利于吸引外资外企 去投资中国给中共输血的 反而还会加速外资外企撤出中国 加速国际资金与中国脱钩 这一点是中共最不乐见的 所以中共选择松绑清零政策 其中一个主意就是为了吸引外资来抢救中国经济 松绑的第四个原因是中共为了修补外交关系 突破国际社会的包围封锁线 同时还要备战台海 所以这个时候不宜发动大规模的暴力镇压 不宜泛种怒 否则只会让中共陷入更孤立 更严峻的围堵困境 我们知道习近平刚刚搞定了国内的二十大政治斗争 所以他急着回到国际战场上去斗争 一方面是要搞好外交关系来巩固它的政权地位 二另一方面是要松懈各国对中共的戒心 来尽快地恢复对中共输出资金和技术 特别是半导体和军事工业的技术 因为他们准备在2027年以前 完成出兵台湾跟美国打仗的作战准备 但是打仗需要钱需要军火装备 现在他们的清零把经济搞垮了 把国际资金吓跑了 还被美国截断了技术供应 所以中共的武统大梦等于是断了两条胳膊 那就得被迫延期继续梦游了 所以北京选择先松绑防控 希望给国际社会一点好印象 好好争取国际资金与技术来回溜中国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世界杯组秀赛 意外踢破了中共的谎言 反而衬托出中共自己的防疫政策 是个巨大失败 世界杯在中东国家卡塔尔热烈的交战者 全世界有上百万球迷飞到卡塔尔现场观战 中国的电视台当然也争着转播这场赛事 但问题是 中国球迷看到球场上的球员 跟场边的几万名球迷都没有人戴口罩 他们活在一个没有疫情的世界里 那么中国人民会怎么想 就产生了巨大的相对剥夺感 对不对 会怀疑自己住在另一个星球上 而且中共一直对国内人民宣称说 外国因为躺平 不防疫 不清理 所以造成了巨大的死亡人数 但是有图有真相 画面会说话 如果真的外国躺平 死了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 那这些球迷还敢这样密接吗 敢不戴口罩吗 那为什么球员不穿着防护服来踢球呢 这些关键问题都在世界杯的转播里头被一一勾起 拿中共根本努力招架 所以他们只能删减画面 把没戴口罩的球迷画面大量删减 想要掩耳盗铃 不过这一切都只能证明了 中共的动态清零是彻底失败的 简单说外国的与病毒共存策略 是先苦后干 而中共的动态清零是先苦后更苦 不但经济被自己搞崩了 人民的生活与人生规划也都被彻底摧毁了 而且河南驻马电视的卫健委微信公众号 前两天发了一篇呼吁解封的文章 那里头揭穿了一个重大机密 文章说数据显示 有50%的阳性病例是在核酸检测过程中感染的 请注意这是地方政府的官方账号 里头竟然披露内幕 有一半的确诊案例 其实都是因为排队群聚做核酸造成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了中共这套清零大跃进的政策一点也不科学 不但没有把疫情清零 反而还每天制造更多的疫情传播 那就证明了动态清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骗局 而且是越清越不理 越搞核酸确诊越多 当然这篇泄露官方精密的文章马上就被封杀了 好 刚刚说的这五个原因 就是中共为什么选择松绑让步的主因 因为他们已经无力掩盖清零政策的失败 也暂时不敢或者不变向抗争群众来发动大规模的镇压 毕竟抗争的战场遍及全中国 而且全世界都在高度关注 如果有个闪失的话 那习近平后面五年任期就完完了 就只能锁国啃韭菜了 所以这次中共发了新十条 一方面是想要释放松绑的软信号来缓和民怨抗争 另一方面也是要把极端防疫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地方政府 来保全党中央的伪光证 因此新十条最后一段特别强调说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还要坚决纠正、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等做法 其实就是想要把清零造成的次生灾害和民怨都推给地方政府 同时给党中央铺垫一个渐渐结束清零的下台阶 所以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 这次中共宣布新十条 可以看作是中共逐步让动态清零渐渐退场的起点 因为大家已经发现了清零根本没用 反而还会增加病例重创经济 而且以前用来恐吓人民的清零谎言也都只爆不住火了 所以中共开始急转弯不再坚持清零了 但是这些松绑动作绝对不代表中共变得开明了 不是中共真的人民至上了 而是他们担心群众民怨快压不住了 会爆发政权危机 所以才要以退为进 先明面上退一步 同时私底下抓捕恐吓参加抗争的群众软硬兼尸 想要化解这场三十几年来首见的全民反中共抗争 我们再进一步说 放弃清零全面解封是中共迟早要做的 只是什么时候做 这一点中共还在且战且早的观望 做动态的调整 不过中共解封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人民福祉 而是为了保住政权 还有全世界都看到了 李强全力配合党中央搞动态清零 虽然酿成了严重的次生灾害 但是最后不但没事 反而还直接空降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第二顺位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看到李强这样 各地官员当然会有样学样的清零至上 除非党中央真的去监督去要求各地方要解封 否则清零封控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不管何时宣布解除清零 都已经给中国社会埋下了几个重要的后遗症或者地雷 将来会对中国社会带来重大的冲击 那哪些地雷呢? 我们休息一下 先聊聊这集节目的赞助者《韩国便康晚》 现在社会的环境污染和生活压力是越来越严重 让许多人都出现了呼吸道过敏和皮肤过敏的疾病 传统寒衣认为肺是五脏六腑之手 把肺调理好了才能让身体健康 寒衣还发现鼻炎、哮喘、肺病和皮肤炎等等 其实都是因为肺部的积热过多 肺部不健康造成的 所以韩国的匾康韩医院院长徐孝希 结合他五十多年的行医经验与研究 用传统的中草药开发出匾康丸 那匾康丸可以牵除肺部的积热 让肺功能恢复正常 然后鼻炎、哮喘、肺病以及异味性皮肤炎等等 就会逐渐的康复 那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6万名病患被治愈了 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上扁康玩的海外官网 了解更多信息 www.pinkong.us 那他们还有多国语言的服务电话 包括欧美、澳洲、日本、台湾和香港等地都有 那您可以在官方网页上查询 好,回到我们的主题 中共这次长达三年的动态清零 会给中国留下哪些后遗症埋下哪些地雷呢? 首先就是中国会出现下流社会的趋势 会让贫富差距加速扩大 下流社会不是说中国社会变得下流 这是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提出的概念 是指整个社会的中产阶层都向下流动 变得贫穷 那整个社会的底层人口就越来越多 因为现在中国经济被清零重创了 那不少中产阶级也都丢了工作或者收入减少了 那青年的失业人口也越来越多 但是少数的政商权贵们 却靠着核酸发大财或者贪腐发大财 像最近引发争议的核子经营公司 和张核子、张沙山等等 这些就是在这场疫情里发大财的贪腐权贵 这种发国难财的贫富洗牌 只会扩大中国人民对中共权贵的反弹与不满 而且长期的封控造成人民的压力巨大 身心受创 导致跳楼巡短的事件层出不穷 而且还有许多人出现了抑郁症和各种精神疾病 还有动态清零搞得疯狂夸张 但是却没什么时效 不但引爆强大的民怨 连中共官员内部都反弹了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河南驻马店的卫健委账号 发了篇文章呼吁停止高强度防疫 还爆料说有50%的阳性病例都发生在排队做核酸的过程里 这个就是官方内部有人不满清零利用手里的有限资源来做反抗 那更别说像李克强等等的中共高层官员 他们一直跟习唱着反调 反对因为清零而牺牲中国经济与民生 据连习近平的经济智囊之意 清华大学教授李道奎也对海外媒体说 中国可能在明年三月逐步解封 但是清零政策已经损害了全球对中国供应链的信心 所以这场并太清零了 已经引发了不少官员与民间纷纷的反弹与反抗了 最后一个地雷就是中国人民看穿了中共的动态清零 是一场造假的骗局 对共产党失去信任 甚至还开始对共产党的维稳手段展开了反击 共产党从来都不相信人民 把人民视为敌人 却还要欺骗人民去相信共产党 但是经历这三年的清零风控 不但让受骗的中国人逐渐的醒过来 还让人们进一步看懂了 共产党才是真正从境外来的反华势力 也许动态清零迟早会退场 也许白纸运动终究会落幕 但是清零埋下的这四个地雷 会蓄积更多更大的反抗能量来反噬共产党 终有一天会在中共脚下一起暴战 好 今天先聊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